纯粹为爱而歌 详情请上KKTX售票系统 IMC Live Group精彩呈现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好事989电台 我是光良 好事VIP Bellis Radio 好事联播王 我是特派人婷君 Working Holiday 也就是青年度假打工 我一直觉得是给这个世代的年轻人 非常大的一个福利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就为您邀请到了 外交部副发言人李宪章李先生 来跟我们聊聊这块 李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青年度假打工 大家顾名思义 就是以度假为主 打工为服的一个 青年拓展事业的交流计划 那么因为台湾是一个大国 而且我们主要是外贸型的经济 那么政府考虑到将来 年轻人竞争的舞台 不至于现在台湾 可能在亚洲 可能在全球各地 所以我们想说 早一点让年轻人 跟国际社会上有所接触 有所了解 透过这样的一个交流计划 能够让青年朋友 到国外学习 怎么样独立自主 深度了解外国的文化 这样背后的一个思维 主要就是考虑到 我们现在年轻人 需要更好的国际竞争 那个移动力 现在所谓可以申请 度假打工的国家 大概有哪一些 我们这个计划全球 我们已经有跟14个国家 签署了度假打工的协议 以在亚洲地区来讲 已经有日本 韩国 有西兰跟澳洲 那么北美就是加拿大一国 主要主力 还是摆在欧洲各国 欧洲目前有9个国家 包括德国 英国 爱尔兰 比利时 跟斯洛发克 波兰 匈牙利 奥地利跟捷克 18岁到35岁之内的 年轻朋友 在这个年纪 年龄群之内的朋友 都可以申请 很多的选项 OK 那如果成功申请到了 Walking Heart 得到了国外之后 保险的部分 又应该如何掌握 除了国内的健保 你要继续保留之外 也要适度的投保 医疗伤害保险 所以如果你是以 度假打工的身份 这样的民意出去的话 我们建议你一定要 加够足额的 全程的这个 杀害医疗保险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只是 买一般的 旅游平安保险 它涵盖的时间 只有180天 出去度假打工 除了奥地利是180天之外 其他都是一年到两年 当然到了国外 生命产产 除了保险跟外交部 给大家的保护之外 自律其实也很重要的 大家为了自身的安全 跟权益 还有这个生命的保障 不要从事一些 非法的行为 比如说贩毒 甚至最近一两个月来 新闻一直闷烧的 所谓的电信诈骗 现在国人在国外 年轻朋友 从事电信诈骗的人 还蛮多的 所以我们要特别呼吁 除了开车不酗酒 不超速这些 基本的观念之外 特别特别牵涉到 严重的刑事责任 这些贩毒 电信诈骗 基本上都是重罪 特别是贩毒 轻则十年十五年 重则二十年三十年 但是到了国外 外交部就是我们 最好的朋友了 是不是如果我们 需要协助的话 也可以找你们 除了外交部 在协助国人出国里 也应该注意点安全的事项 除了印制了很多的手册 也可以上我们外交部 你可以在外交部的 网页上app download下来 我们全球 一百一十九个馆出了 都有24小时 极难救助的电话 这个电话 就是请大家 就带在身边 把我们当做 你的土地工 临到当地 如果说你发生 真的事故 护照掉了 钱掉了 或者是被 无理的苛扣薪资 甚至被骚扰 任何事故 你只要觉得 你需要帮助 第一时间 你可以打我们的电话 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 不妨就多利用 walking holiday 当然回来之后 我们会更懂得珍惜 今天谢谢您 谢谢各位听众 好了回到节目现场来 你知道今天呢 是holiday嘛 对不对 就要来听 Ogre的节目了 谁没有听 谁没有听 没有听的举手 光浪的歌曲